台灣近年面臨到高溫乾旱跟水患 這是近期最大的挑戰 在74年那時間點 我們有推一個叫做隧道 那就穩定了洋香瓜在台灣的產業 在民國70幾年一直到現階段的氣候變遷 事實上氣候因素變化太大了 這中間也有一些病蟲害的問題來爆發 在這幾年中間我們一直持續在 我們台灣會說水果其實會覺得特別好 第一個有產量還要會甜 那我們的13號它是屬於一個很高糖度的 那大多數高糖度的品種 事實上是比較不好管理 可是我們13號剛好相反 它好好管理 好管理到就是 我說這個怎麼 就是以一般的技術去種洋香瓜 就是跟著這樣種 它的產收率就會很高 然後甚至說 那麼多農民在種的過程 我們因為它是耐熱嘛 所以會選擇在比較屬於高溫期的夏天 尤其是小果番茄之後 接著就是差不多6月7月8月9月 這個溫室裡面一定很高溫 所以13號在這個期間種的比例是比較高 可是這也是我們經常會有暴雨的時間點 暴雨有些溫室擋水的部分沒有做好 被水漫進去了 那會發現說別的品種可能 三天五天就開始跟你說拜拜了 但是我們13號還非常勇敢地撐在那裡 然後到採收的時候 糖度雖然有影響到 可是還是很好 還是說我怎麼還是這麼甜 氣候在變沒有關係 我們也有跟著 因應它的對策來開發新品種 药香瓜的耐熱跟抗病的育種而外 我們在後面這一塊水稻田呢 也有進行水稻的耐熱解水 抗病找熟的育種工作 其實花在開的那個 那是我們一個新的梗糯品系 我覺得也不錯 蠻大力的 水稻在育種它是一個時間很長的過程 一個品種至少要八九年才能夠育成一個品種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田區 這個田區是怎樣 我們希望說它可以比一般的品種 要提早個二十天三十天它就可以收穫 以水稻來說它的耗水其實是最多的 所以它如果說能夠提早個二三十天就能夠收穫 那它就少了二三十天的灌水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這個部分比較早熟的一個狀況 所以光是這樣子一塊田區 這一塊田區大概三分地 三分地總共種了一千零八十個品種 那一千零八十個品種到底要選哪些呢 完全不噴藥 完全不防治 然後就盡量給它不好的環境 鳥吃掉了 它發芽了 或者是它倒掉了 對不對 或者是它得病了 那就是提供白了 收掉了 那剩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要的 剩下來的就是抗病了 抗蟲的 而且它早熟的 能夠省水了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品種其實需要很多的考驗 不只是我們獄種者在選 我們的農民也在幫我們做選拔 然後消費者也在做淘汰 那這樣子的一個品種真的是 就是要能夠讓農民賺錢 米廠也能夠賺錢 然後消費者能夠喜歡 他們願意付出代價 然後購買這樣子的米來做消費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其實這是因應我們的氣候變遷 暖化 乾旱 高溫 這些 改良廠育成新品種之後呢 是要接受市場的考驗 所謂的市場呢 包括兩塊 第一個是農民 它要願意種這個品種 那之後它可以賣得到好價錢 也就是消費者可以接受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推出這個新品種 你看這一顆是比較在這裡算是比較特別的一顆 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它的果型 你看它是所謂跟我們傳統的番茄的果型不太一樣 它是所謂我們在講的甜椒型的 那這是它一個特色 另外它一個特色就是它比較早熟性 也就是說同樣都是這麼熱的環境下 它結實狀況很OK 然後又比較早成熟 所以這個在我們的單株選擇 番茄育種是一個礦食費的工作 那基本上我們要先設定我們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們檀檀場的育種目標 耐熱跟那個看病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我們會先從我們的引進一些耐熱跟看病的重點之後 進行雜交之後 開始我們就會進行我們的單株選拔 像以這個來講 我們這已經從單株選拔已經進行到第三世代了 那單株要選拔一直維持到第五世代之後 它的性狀比較穩定之後 後續就會進入像我們這種的所謂的品氣試驗 這品氣試驗就是說代表它的植株已經有一定的純度了 表現都差不多一樣了 那我們就去後續來調查它的一些果實性狀 生理性狀的一些優良性狀之後 我們再來就會做一個 大家到F7世代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做一個品氣的組合 就進行一些雜交試驗 把我們要的抗病特性跟我們的耐熱的特性 這種優良的品氣 然後再跟一些品質性狀比較優良的品種來進行雜交組合 這些優良出來就是我們的雜交品氣 再來會做到兩到三年的觀察試驗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我們大概會在十年左右 會完成一個育種週期 這是我們做盧筍耐熱篩選所用的一個溫室 目前氣候軟化 所以說盧筍栽培在台灣其實也面臨說 它有生產比較不良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種比較 溫度比較高的這種溫室 來做一個耐熱的篩選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像我們這種比較有潛力的品系的話 第一個它的生長式會比像這種 它這種耐熱性比較差的品系 它的生長式會來的比較健壯 另外說我們看盧筍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它的一個第一分支 它的第一分支其實 它如果說有達到50到60公分 表示說它之後 它相對的它的嫩筋的緊密度會比較好 那盧筍嫩筋我們就非常多說 它的筍間的一個緊密度 對所以說 像這種比較有潛力的這些品系 我們就會後續的一個調查跟紀錄 來做後續的一個開發 盧筍它是一個很特殊的作物 它其實是 因為它的儲藏根系很長 它又有一個跟盤的一個構造 它其實是很耐旱 而相對它在採收的時候 它水分供給又要足夠 不然它的嫩筋的產量會拉不上去 對所以說 如果說乾旱的話其實 對它的生長是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對它的產量會有點受限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就是會搭配設施 發展的設施栽培 其實它第一個就是 在你剛才很乾旱的時候 它可以用解解滴罐 你在雨量做的時候 它可以避雨 還可以減少積水受損的一個情況 另外當然是說 設施栽培它比較高溫 所以說我們現在會積極的去 篩選一些比較耐熱的品種 可以適合設施來做栽培 來做生產 對這是雙方面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情況 氣候變遷的影響是長久的 因應極端氣候是一場長期抗戰 穩定糧食供應生產 是首要的目標 抗逆品種改良 提升作業品質的這條路還很長遠 我們會繼續努力下去